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好老朋友 在长春市京开区东环城社区 活跃着一支梧桐舞蹈队 虽然是一支非专业队伍 但他们却开展了各式各样 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 像广场舞 健身央格 健身腰骨 太极双扇 气功八段锦 带球 别对队伍能玩的他们也样样拉不下 那么接下来就让队长孙丽带领我们 一同去认识一下他们 还要继续抓紧 还得练我们双扇舞 太极双扇 在长春市京开区乃至市集举办的 大大小小活动中 经常能看到这样一支队伍 他们所擅长的项目多种多样 民族舞 腰骨 气功八段锦 每一次亮相都能给人以惊喜的感觉 似乎没什么是他们不会的 这支队伍就是东环城社区的 无童舞蹈队 而这位正在给队员们鼓励的就是队长孙丽 我们这支队伍是这些姐妹特别团体和谐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互相帮助 不管是在什么场景 出来没有说的斤斤计较 中国正值人口老龄化社会 中老年人的人口比重越来越大 人口老龄化的健康危机愈加明显 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 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 希望通过参加体育锻炼 增强身体健康 延缓衰老 因此社区里面的各类文体项目 被老年人所喜爱 这样的环境当中 就觉得特别开心 大家玩得也特别爽 这样一来 也没有觉得寂寞 也不觉得什么孤独 就是成天还特别充实 中老年人在参与文体项目的锻炼过程中 不仅可以塑造自己优美的体态 增强体质 而且还能满足 他们参与集体活动的精神需求 我们经开区 我主的也是各项目 就是项目很多 你像什么双扇 你才刚才十点几 其实我们应该给你展示一下 我们那个太极双扇 还有腰鼓 还有那个什么带球 这都是这些老年人们到一起 他那个心劲不像老年人 就像年轻人一样 梧桐舞蹈队成立于2014年 起初队伍只有几个人 后来慢慢发展到20多人 现在团队成员平均年龄60多岁 大多数都已退休 但是大家看上去依然很年轻 充满活力 队长孙丽说 梧桐舞蹈队的成员们 就是因为大家对生活热爱追求 和老友所乐的愿望 才走到了一起 所以大家都很珍惜这段友谊 许多队员都说 其实我们大多数 都是被队长孙丽拉进队伍来的 他组建了这样一支队伍 让姐妹们能够聚在一起 跳跳舞 唱唱歌 不就是为了开心 快乐吗 而在队伍中 大家也确实感受到了快乐 我们每天盼着活动这个时间 一到这个活动时间 我们参加活动的时候 就心情特别好 特别快乐 因为不但我们跳舞和音乐 给我们带来了快感 特别是我们大家姐妹们在一起 每天说说笑笑 唠唠家常 所以每天都是心情特别俗畅 在队员的眼中 孙丽做事雷厉风行 发自心底的善良 让大家非常喜欢他 因此 还有人从其他小区 特意过来加入他们这支队伍 我们的那个孙姐 他就是 我也啥得跟着团队 就是认可他这个人了 他这个人 你说 上有老母 下有那个孙女 他都能这么坚持 而且对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照顾 谁有什么事都尽量给我们嫁 队员们也相互帮助 相互支持 他们在平日的团队生活中 认真排列 团结友好 相互关心 并且能以老代新 如玉比赛项目 孙丽也尽可能加强 规范大家的舞蹈水平 进一步提升舞蹈技术 所以团队整体发展迅速 就是有一次我那个腿坏了 然后呢 我们还必须得参加这个比赛 我就着急啊 这咋办呢 我们的队长啊 就是啊 鼓励我 说没事 你要坚持 然后呢 他先从家里去拿着膏药 然后就给我贴不上了 完了就鼓励我 说没事 咱坚持下来 你要是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执一声 咱就不演 咱就是 目的咱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咱不能强行 我一考虑大家都锻炼正常时间 排练正常时间了 这关键时刻必须得上啊 我就一咬牙 就上去了 上去吧 一跳 我还真就忘了扛了 就跳下来了 梧桐舞蹈队的宗旨 就是要开心 所以大家 也并不在乎什么奖项 或者名次 只要队员们开心 那就是最好的回报 但是 无心插柳柳成音 梧桐舞蹈队 也获得了不少奖项 我们那个就是 社会的活动 那个就是这两年 因为疫情期间 不方便 我也不带他们出去了 头几年我们也经常参加 社会的一些那个 什么公共性能也好 还是什么活动也好 也都出去 什么大舞台 小舞台的 也都上过 也都那个那啥 虽然跳得不是很好吧 但是这帮人 这个这种精神 和这个心劲 特别浓 其实像广场舞 民族舞 这类的社区活动 对于老年人来说 不仅仅是跳个舞 那么简单 跳完舞 他们还会拉家常 分享生活 定期聚会等等活动 一般来说 一个舞蹈队的成员 他们天天都在一起 一定会建立深厚的友谊 舞蹈队的成员们 在这个过程中 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 有共同爱好 共同语言的朋友圈 这样的朋友圈 对他们来说 就很重要 年轻人的朋友圈 是同事同学 但是退休以后 老同事老同学 都距离远了 来续不方便 这时距离较近的朋友圈 就是他们生活当中 必不可缺少的社交 跳完舞 拉拉家常 唠叨唠叨生活 有开心或不开心的 都可以分享 偶尔相聚去爬个山 游个水啥的也有伴 有条件的经常聚个会 吃个饭 用队员们自己的话来说 这样的生活 赛神仙 你看刚才我们在那个外边 老多人他在那会儿 他很羡慕 他特别羡慕 因为我们也经常接触到 这样的姐妹 他就说 哎呀 他说你们这都什么条件呢 参加这样的活动呢 我们就跟他说 没有什么条件 只要你置身条件行 你能遵守我们的时间 和遵守我们这个团队的距离 你就完全可以 他说哎那我不会呀 我说谁都不会 都是咱们都是冲头到 我们都是学的嘛 谁会我们也不是天生的 活动不主要就是为了运动 中子不就是为了健康吗 只要你玩的 你有好的心情 你才有这种精气神 是不是 精气神一上来了 我觉得可能什么病都没了 每个老年人都是年轻人老去的 年轻的时候 因为种种原因 不能施展艺术才华 不可谓一个遗憾 现在老了 社区给了他们一个平台 一个可以展示舞姿的平台 他们不仅可以在广场跳 也会参加社区组织的 各种文艺会演活动 画个美美的妆容 穿上美美的表演服 跳一支优美的舞蹈 他们诠释着 不仅年轻人可以做舞台上的主角 他们也可以 接下来又到了咱们的 健康易点通的小板块时间了 今天杨文老师将继续和大家聊一聊 老年人养生保健的话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唠唠就夏天 好多人 这个血压和血糖的问题 一般来说 血压和血糖在天冷的时候容易高 那么好多人就在天热的时候 就容易忽略这个血压和血糖的问题 首先来说 咱们先说说这个血压 血压是什么 是血管 那个里边的血液 对血管壁的压力 就是血压 举个通俗的例子 那个自来水的水管 那有没有水压 就跟那个差不多 所以说血压高了不行 血压低了也不行 血压高了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 血压低了照样得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 夏天要监测自己的血压 有些人夏天的时候 由于受到了外界的刺激 或者是心情不好 可能血压反弹 但大多数人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由于天热血管扩张 这时候血压可以下降 那么血压下降 也可以导致什么血栓性疾病 就是脑血栓的发生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血糖的问题 血糖是个什么呢 血糖就是咱们吃的那粮食 那粮食吃进味道之后 经过肠道瘾吸收 到达血液当中 那个玩意就是血糖 那血糖是干什么的呢 血糖是细胞的能量 就是细胞要想运转 要想执行它的功能 得有能量 这个能量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糖 就像那个小汽车 要想动它的话 你必须得有什么汽油 所以说血糖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夏天有些人呢 这血糖容易高 那么血糖高 是不是说你这病又犯了呢 其实不是 是什么呢 是血液浓缩 就是说夏天了热了 这么人容易出汗 这一出汗以后呢 血管当中的水就蒸发出去了 血管当中的水蒸发出以后呢 这血液就浓缩了 血液一浓缩 那血糖肯定高 所以说有些人呢 说我血糖高了 我是不是得加点药啊 其实不用加药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补充点水就行 对吧 因此来说呢 咱们夏天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补充水分 补充水分除了防止血压低 防止血液浓缩 这种粘稠 还可以防止什么 防止血糖的反弹 因此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一个比较闷的一个场合 出汗比较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这个补充水分 那么有关这个血压和血糖啊 大家还有好多好多误区 其中我跟大家呢 已经说过 这个血压血糖身高啊 有的是真的 但有一半是假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好多人都被医院诊断了高血压 诊断了糖尿病 甚至于按照高血压 糖尿病的标准来治疗 其实来说呢 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高血压 真正的糖尿病 治疗个一六十三章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不但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 你看不是血糖 这个血压反弹 有数高有数低 互高互低 这个血糖也是 尖子高没有低 厚害高 玩大厚害低 这整个你 这心里头啊 特别没底 而且特别烦躁 对不对 凡是遇到这种情况 这血压呀 一个在上下的波动 血糖控制的不理想的时候 换句话说 血压和血糖的身高 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反应 什么意思 你在朝剧上火生气 睡不着觉的时候 血压血糖肯定高 为啥呢 朝剧上火生气 睡不着觉 对你机体就是个恶性刺激 这一个恶性刺激以后 你机体就会出现个反应 来对抗这个刺激 这叫应激状态 那么这个应激状态 就出现什么 血压高 血糖高 来保护自己 那么血压要不高 血糖要不高 机体要没有这种反应的话 他咋生气呀 他咋着急上火呀 他不都黏黏的睡觉了吗 这个时候 血压血糖就会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去除 引起血压和血糖升高的因素 那么这个因素你不去除 你光靠着药来按着这个血压 来控制这个血糖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是这个药啊 伤害了你机体 实际来说呢 你这个病干脆就不是病 是由于你机体的反应 所引起来的 这一部分人 就不完全统计 六十岁以上的人 所谓高血压和高血糖 有一半都不是真的 但是 如果你经常睡不着 就要着急上火生气 就这种状态 在你体内形成的时间 很长了 一般来说 三到五年 最后呢 你这个机体啊 就出现了这种 相对适应的状态的时候 你这个血压 和血糖就下不来了 啥意思 就这时候啊 是你自己祸祸 你自己最后得了这个病 那可真是病了 光靠控制情绪了 什么改善失眠了 那个是解决不了问题了 为啥呢 这个病已经落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才需要用什么呢 用药来治疗 因此 咱们这个血压 和血糖的升高啊 尤其在你得病 初期的时候 你要分析好原因 你可千万千万 别默默的 或者说自己 把自己当大夫 或者是我上网上一查 哎 这几个症状像 哎 我就是这个病 然后来说 我就给我自己治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你吃那些药啊 都是有毒的 大家一定要 注意 五一 下面老朋友们即将看到的是 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全省老年文艺展演活动中的 优秀节目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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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年那月 才能够说对那无尽的报道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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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